Hello大家好 我是迪达 這個禮拜又來到了 夾瘋紅隊的大人 看我常常這樣就知道 我們這個禮拜是跟美食有關的 沒錯 我們各自要煮出一道來自家的美食 那我已經想過了 香港我覺得 很好吃的小吃呢 它就是 非常好香啊 特色 可是我問過了 台灣好像不知道 丸仔吃是一個什麼東西 啊哈 好的來自台灣的觀眾 請問一下你知道 丸仔吃是一個什麼東西嗎 嗯 應該是像 魷魚羹那種東西吧 不是魷魚羹 應該就是像 羹那種羹類的東西 它真的不是羹 那就是什麼肉羹的那種 不是羹 所以我現在先給你們看看 丸仔吃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Hello大家好 我是來自下看的 嚴重娃勒 今天呢迪達呢 就派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香港的經典小吃 丸仔吃 文仔吃 我們現在去買吧 哇 你看這滾啊滾啊就是叫 丸仔吃啦 其實除了丸仔吃可口之外 其實娃勒也蠻可口的 你看它 嗯 好吃 這道碗來吃呢 我絕對會好好教你們 而且不複雜又簡單 一起跟著我來做吧 Let's go 啦啦啦 以下就是你們需要準備的食材 我們一起去打仗啦 哇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現在要開始第一步驟了 那我先準備了這個 這是來自扭西蘭的嫩雞 多少錢呢 就大概是5000塊錢 這麼一小塊的 5000塊錢的嫩雞吃起來 一定非常好吃 把水煮滾 水煮滾之後呢 我們現在把扭雞 放進去扭雞哈 哇 OK 放的時候小朋友 千萬要有大人在陪在你身邊 不要自己做 很危險的哈 那個水滾滾 火滾滾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雞 看它會慢慢變成白色 你看這個雞慢慢變成白色 非常漂亮 只有漂亮的雞呢 才會在這個時候變白色的哈 我們把它煮熟 整個要煮熟 哇 等整個熟透之後呢 這個雞胸呢 就拿來備著了 還沒能吃還沒能吃 準備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哈 這個板子我們很小心的 把它放上去 很小心啊 沒事 好 準備好多雞胸 整個備著 然後再煮一個滾水 再煮一個滾水 再煮一個滾水 滾水 我現在這一鍋就不要了 這一鍋 這是好了 抹茶 雞的抹茶 可是呢 不要以為這樣子 我們現在比較暴力一點 因為我們要把它打碎 真的 小胖我小心啊 要把它打成計師 等一下 要打了嗎 我開它 我們把它煮熟 整個要煮熟 整個要煮熟 還沒熟還沒熟 我們再煮一下 等一下 我開一下我開一下特寫 我開一下特寫 怎麼還沒熟啊 拿一下拿一下 我開一下特寫 怎麼會還沒熟 教訓我們哈 不要太急 把後面的打碎 整個打碎 對 都以為這是假的 這是真的 把它打碎 要把它打成雞絲 你看你看 這樣子就可以變成絲了 因為不是要雞肉 我們不是要雞塊 我們是要雞絲 放心 我們之後 因為還要煮的 所以呢 雞最後怎麼樣都會變成熟的 不用擔心哈 你現在的雞肉是這樣子的嗎 對 生吃生吃哈 好 我們現在呢 來到一個重要的部分 大 絕頸 大絕頸 什麼 什麼意思 所有東西都放在一起 大絕頸 整個材料呢 我們算是備好了 我們現在馬上進入大絕頸的部分 來 把剛剛弄好的香菇 這個香菇呢 是要椰製的哈 椰製好的香菇 放香菇 放香菇 放進去 再來呢 是那個 木耳 木耳不用接啊 但我因為非常喜歡吃 我相信大家也喜歡吃 所以我 那麼一大堆 正常來講的話 一片就可以了 來自紐西南的木耳 放入耳朵 再來呢 就是剛剛 切好的 柳西南雞胸肉 切好的 沒錯沒錯 放進去 放進去 你可以看到 非常豐富這鍋的東西啊 嚇死人啊 看著這個 比較堅韧的地方 堅韧的地方 打 放 完美的蛋呢 就會出現了 然後呢 滾它 倒它 來拌它 拌它 拌 哇 水滾水滾要看火啊 沒事 來繼續 來這樣子打 打 發到它咧 變成呢 是均勻的 你再看它 每兩三成的功力 都打不出來 這個蛋的形狀 這麼的均勻 我那時候學徒的時候 打蛋就打了十年 師傅才給我做下一樣的工作 把這些東西焯掉 什麼的 OK 接下來呢 我們要放調味料了 很重要 生抽 生抽 這叫生抽哈 一根 你還要嗎 幫我剪掉 幫我剪掉 OK Action 生抽一茶匙 沒錯 再來呢就是 老抽 老抽 不要太多 半個就好啦 半個就好啦 小聲一點 小聲一點 你看老抽比較濃 啊 半茶匙 perfect 再來呢很厲害的 蠔油 蠔油 頂級蠔油啊 非常的不錯 也是一根就好了 哇 完美了 漂亮 再有一點點的香油 給點香油 因為整個味道要調起來 調一調口味 不用太多 就這樣就好了 啊 滾滾它 滾滾它 再來給點鹽 給點鹽 啊 其實我跟你講 因為我都已經 煮了十年的菜 我放東西都是很隨意的 整個東西適水啊 我們叫適水哈 好香 很棒的 整個顏色水哈 對的是對的 粉絲粉絲呢 我剛剛呢 先用熱水呢 把它滾過了 滾熟之後呢 因為它是很大一搓的嘛 聰明的我們要用剪刀剪開 這樣子呢 就變成是粉絲粉 太長的話呢 大家是很難吃到的 OK 剪到差不多之後呢 我就要放下去了哈 整個粉絲放 不要客氣 再來是雲南的粉絲啊 喔粉絲包啊 來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粉絲包 最後呢 我剛剛發完這個蛋呢 現在也可以把它蛋 發完這個蛋 對 真的 發 發 你不要亂講話 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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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把雞蛋也淋上去哈 喔 哇 把它拌哈 哇越來越像了我都害怕了 怎麼會煮成這樣子 好 再來個芡粉 本來是用那個馬蹄粉 可是因為台灣找不到馬蹄粉 我現在用的是太白粉 我猜應該差不多 這個要怎麼用呢 把整個東西變得很黏稠 不是只是水的感覺 倒進去 倒進去 哇 哈哈 好 大家 要完成了 完成了 哇 我們來一起了 OK 整碗的王仔翅呢 你們可以看到 完完成成了 跟剛剛Wallis的一毛一樣 一毛一樣 然後呢 我覺得馬上要給其他人吃吃看 要吃 才知道 它的味道 到底如何 好啊 我這個王仔翅呢 就完成了 怎麼樣 哇 就是根啊 它不是根 它是王仔翅 你們給我唸一次 王仔翅 不肉根 王仔翅 它是王仔翅 好香 OK 我先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吃王仔翅呢 我們香港人呢 常常會加兩樣東西 一個呢 是會撒胡椒粉在上面 另外一個呢 這個是加醋 紅醋 對 可以把它整個味道更調上來 你們可以先吃 原味 原味 再加胡椒粉 雨婷聽說這個是抵達 煮了一百年 煮出來的 欸很好吃耶 真的嗎 有媽媽味耶 但我沒吃過 不是很好吃 沒有吃過 所以台灣人都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嗎 馬來西亞也不知道嗎 馬來西亞也不知道嗎 它有點魚翅的感覺 對我來說 很香 加它 加它 加 加 焦虎焦虎 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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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廚幫我加好 對 很香有沒有 真的很香我外婆煮的肉羹 因為我外婆也會煮肉羹 然後也會有這個好友 它是玩仔翅 玩仔翅 對對對 玩仔翅 所以呢我發現原來有這麼多 像台灣朋友啊 馬來西亞的朋友啊 都不知道我們香港有這個特色 香港在你們眼中的特色的小吃 是不是只有 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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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東西你們都沒看過 從來沒有 所以去港式餐廳點得到嗎 不是 它是在路邊的那個小吃店 賣魚蛋的地方 所以每個香港人都知道 當然 從小吃到大幾塊錢一碗 就沒有很貴 好啦所以呢 跟著迪老師剛剛煮的那個步驟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就可以煮出一碗 這麼有香港特色的 玩仔翅 其他兩部也要去看呢 看一下馬來西亞跟泰國 他們會煮什麼給我們呢 每兩個禮拜三 加封列都會有新片 記得要看我們這個單元囉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好吃吧 迪迪拉這個醬油真的是剛剛 倒過了 裡面還有嗎 我覺得有點剛好耶